《環境法律人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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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站在這裡好了 非常高興我們環境法律人學會第一屆的年會 那關心環境的人都知道 在大自然界不管動物或是植物也好 剛剩下的第一年是最脆弱的 所以如果來過第一年 大概它的存活力就會提升了很多倍 以後這個慢慢成長多壯是可以預期的 那在這個我們慶祝我們週年的今天 非常榮幸我們邀請到我們環境保護 最重量級的學者葉俊隆教授 來幫我們做開幕演講 葉教授我想關心環境的人 都對他其實都不會陌生 不過我還是簡單的跟各位複習一下 他的規模的經歷 台大畢業耶魯博士 然後台大公法的主任 然後到世界各國很多地方都去 去擔任過教職 那發表的書籍文章呢 不計其數 那最重要的是呢 他除了學界的經歷之外 他還有在行政單位任職的經歷 曾經擔任過研考會的主任委員 還有國家永續基金的一個大官 就是來弄個某個職位 剛才董事長說我是什麼主任監事 可見這個職位 這叫常務監事不是什麼主任監事 可見這個職位 對我們環境人來講 要去背那些職位是很困難的事情 那大家就記得 葉教授在政治界曾經有擔任過行政的職利 在學術界 在環境法的領域 是領銜的第一棒 那麼我們今天環境法律人呢 經常要從事以訴訟的手段 來從事環境保護 那麼那今天呢 開幕演講就是要告訴我們 因應氣候變遷的司法訴訟途徑 對我們環境法律人協會來講 我想應該具有非常指標性的一個參考的價值 我們熱烈的掌聲歡迎葉教授 謝謝